大家好 我是小明 歡迎收看8891搶先試駕 最近應該蠻多人都有看到 小優和KUGA試駕影片 但是主要都還是1.5T的版本 現在為大家帶來 頂規的2.1T AWD ST-LINE 遇到年底車市越來越熱鬧 那小優和KUGA就是年底的重頭戲之一 它以新面容新版本更好入手價位 來挑戰這個最火熱的國產中型休旅市場 小優和KUGA維持雙動力 三種車型的販售方式 售價從93.9萬到113.9萬 那以上都是客貨車版本的價格 如果要買客車版本的話 都要再增加個15萬元 只要你在年底前入主1.5T的兩種版本 都可以到另外優惠2萬塊錢 那如果跟之前比起來的話 整個KUGA車系的入手價格 都比之前有明顯的調降 調降幅度是蠻有感的 同時在經過新的車系編程調整之後 原本頂規的Vignale變成入門版本 所以頂規版本又回到了2.0T的ST-Line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外觀 國產版本幾乎是延續完整歐規的外觀設計 變化結構在車頭 水箱護照位置有點上移 位置也變得更狹長 那風潮設計一樣是ST-Line的專屬配備 同時也可以看到現在很流行的 橫貫式一行燈設計 廠徽也從原本的引擎蓋 下移到水箱護照的中間 各位可以看到這邊有鏡頭 代表這台車是有360環境輔助系統的 那外觀最大的改變之一 就是換上這個原廠稱為Pixel AI的動態型預判照明系統 它可以透過原廠導航圖資 率先預判偵測前面90公尺的距離 有沒有彎道啊 有沒有一些不同的路線變化 可以率先把光速投射到彎中 同時它可以藉由上方的攝影機 偵測前方最遠800公尺的距離 提前做一個光速的遮蔽 簡單來說呢 就是這支星頭燈呢 對光速的控制是更精確一些的 讓你的照明效果更好之外 對安全的輔助性也是有幫助的 那走到車色看到輪圈 這個輪圈雙色車型好像海星的造型 它是19寸的規格 原廠的配胎呢 是貝奈利的Scorpion 4G胎 在之前配置的是馬牌的PC-6 比較多的運動色彩 現在換上這個4G胎 它胎位比較細比較多一些 運動表現可能沒那麼好 但一般路上開起來 我覺得差別並沒有很大 它對於拆照的抑制聲也都相當不錯 那可以看到裡面的紅色卡鉗呢 也是XT來的專屬配置哦 那車尾的變化呢 就不像車頭那麼明顯哦 主要變化的結論在尾燈的部分 它經過內部的重新編排設計 帶來比較新穎的視覺感受 同時可以看到上方這個天線呢 它變成很特別的雙座造型 它有什麼功用呢 其實沒什麼功用 單純只是造型設計的不同而已 那原本下面的尾門 這邊有一個獨立的開關 現在把它整合到了上方排照燈的位置 用起來稍微比較輕鬆一點 手不用伸到那麼下面 另外可以看到全車都是採用銅色烤漆 並沒有其他版本會用到的塑料仿掛材質 排氣管造型呢維持跟之前一樣 單邊雙出的一個矩形設計 整體看起來運動感呢 跟其他版本確實是有很明顯的差別 那在新衣箱的部分呢 中階版本以上標配的電動感應的尾門 打開了之後 原廠目前雖然還沒有公佈它的新衣箱容積 不過就車體改變不大的狀況下來看 容積我覺得尺寸跟之前是差不多的 不過有個小改變哦 原本小隔板前呢 新衣箱兩側會有一個後座的快速行動拉餅 現在呢它把這功能拿掉了 一個一個把後座來拉平倒下來 那後座倒平之後呢 可以看到它的新衣箱平整性 並不算特別出色 不過如果你是很在意這個東西的車主呢 你可以在買車的時候問問看業代 或者是你事後交車之後呢 去外面看看 房間都有蠻多這種新衣箱的平整化套件 可以去參考看看 那進到內裝呢 首先看一下 STRI版本上面呢它會有像是類碳纖維飾板 運動化的平底方向盤 紅色車封線 以及這個擠皮座椅跟金屬踏板 黑頂棚這些專屬配備 而且這個飾板的材質 跟之前的亮面比起來 現在變成比較霧面的消光材質 感覺質感是有變好的哦 那其他變化呢 就主要集中在數位儀表還有中控螢幕的上面 那這個13.2吋的螢幕呢 也跟之前Focus一樣 它整合像是空調系統 所有車輛大大小小的設置都在裡面 它整個順暢性呢 流暢度 畫質的部分呢 都還是蠻值得稱讚的 那在功能性的部分呢 它也非常豐富 它支援像是原廠導航 無線Apple CarPlay 無線Android Auto 360環景鏡頭 這些實用的功能 那因為這個螢幕呢 大部分整合了所有的功能進去 所以下方按鍵區域呢 也有變化 這邊變成引擎發動鍵啊 駕駛輔助按鍵 自動停車 帶出熄火 甚至於駕駛模式的開關調整 都在這個區域 但還有一個小地方可以跟大家分享 它現在切換駕駛模式的時候 儀表這邊不會有動畫 就會直接切換成那個模式的一個介面設計 這樣我覺得改變是蠻好的 你看以前在開的時候會覺得 它的動畫剛開始看的蠻新奇的 但久之後呢 會覺得它跑的過程有點久 你想趕快看一下當下的時數跟資訊 儀要版資訊的時候 會覺得它動畫跑的 怎麼還沒跑完的感覺 現在呢就不會了 它只會在中空螢幕這邊 有個小小的過場動畫 但我覺得還是有小小的美中不足的地方 就是當我切換駕駛模式之後 按下去 我選擇好我要換駕駛模式之後 它這個畫面 並不會過一段時間之後 回到原來我在看的畫面 那這個時候呢 你就必須要點螢幕返回 或是再按一次這個駕駛模式按鍵 讓它回到原本在看的那個畫面 這個要看每個人的習慣 對我來說 我是希望過一段時間 它可以自己跳回原本的畫面 用起來會比較方便順手一些 那數位儀表呢 它從之前的12.3吋升級到13吋的規格 同時也變成全車系的標準配備 裡面的介面呢也經過重新設計 而且呢就像我剛剛講的 因為它現在不會有過場動畫 所以切換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喔 同時呢 它的台頭顯示器呢 也經過重新設計 它裡面投影的資訊呢 除了原廠導航之外 現在可以連動了Android Auto的Google地圖 Apple的地圖之類的 它可以提供導航的路線指引 只可惜呢 它現在還是維持一個獨立顯示幕的風格 不是直接投影在前展部位上面 那在排檔座的區域呢 變化的興趣也那麼大了喔 一樣維持前面有一個手機無線充電 一個Type-C 一個Type-A 跟12V的充電插座 排檔呢 一樣是旋鈕式的電子線傳設計 那下方又有電子手搭車 以及Auto Hold 最大改變呢 就是因為它駕駛模式按鍵呢 上移到了這個區域 所以原本這一塊區域呢 就空下來了 變成一個我覺得大小 蠻尷尬的置入空間 大概只能放一些零錢啊 票卡這些小東西 那駕駛輔助的部分呢 同樣經過升級喔 它現在換上了最新的Copad 360 Vision 2.2版本 主要是呢 針對裡面的IACC功能進行強化 它現在具備了 CSC彎道速度輔助 簡單來說呢 它會結合前方的攝影機 原廠導航圖資 以及交通耗製的辨識功能 來率先預判前方的路況跟速限 主動把你的IACC做一個降速的動作 同時呢 它的LCA車道維持系統呢 也加入了三段調整功能 設定你的車子是要自中 還是靠左或靠右喔 也可以依照你自己當下的駕駛習慣 或是路況 來做一個設定的單獨調整 那這些東西呢 也都是全車系的標準配備 所以整體看下來 想要看KUGA 還是安全輔助這一塊 也確實是有進步 那在座椅的配置部分呢 ST-LINE一樣有紅色的抽風線 以及底皮跟皮子的搭配 但造型跟過去不太一樣 有點變化 不過實際乘坐起來感覺 跟這件事差不多的啦 但它現在呢 還多了AGR的德國幾倍協會認證 同時呢 也多了一個腿脫的調整 以及頭枕的部分呢 也可以往前的 做一個角度的變化 整個機能性呢 是比過去豐富一些的 可以應對更多不同種類升型的人 那機能性的部分 雙前做的都有12項電動調整 駕駛座還多了三組記憶功能 那在後座部分呢 因為車身尺碼沒有明顯的變化 軸距是一樣的 所以空間表現呢 跟前一架也是差不多的 前座現在是我表演坐姿 起步空間表現其實還不錯 那如果你是買客車版本呢 像這台試駕車的話 它的後座呢 一樣會有前後滑移 以及椅背角度調整的範圍 整個變化性 空間的感受呢 是還蠻不錯的 上方的全運天窗 也是ST-LINE專屬配備 那前方呢 一樣會看到後座出風口 它不像Focus一樣把它移除掉了 下方呢則依然有一個Type-A 以及Type-C的充電孔 那在動力的部分呢 雖然規格保障維持一樣的 2.0L四缸渦熱引擎架構 但其實小高坎座 它整個引擎的構造本體呢 是有改變的喔 首先呢 它的鋼徑縮小 沖纏拉大 連帶讓引擎的壓縮比 甚至於排氣量都有變化 排氣量呢 從之前的1999cc 變成現在的1995cc 那搭配的像是雙窩流技術啊 可變氣門鎮實 起管缸內 雙噴射系統這些科技 所以雖然說看起來沒變 但其實改變是還蠻明顯的喔 那在實際動力的輸出部分呢 改款前是250匹 38.7公斤 改款後呢 提升到255匹 扭力著維持不變 實際開起來呢 你會覺得好像低速呢 它動力的湧現方式 更為順暢 綿密了一些 大腳油門下去 它的反應夠快 而且加速的力道也是有的喔 會有這250匹的感覺 是確實沒錯的 現在新款KUGA 給人的動力感覺呢 就是更順了 但我覺得這個更順的原因呢 其實並不見得是因為 引擎馬力輸出的提高 差這個5匹啊 比體感上來說 應該是沒有那麼明顯才對 我覺得主要的工程呢 還是在它這顆 新的8速自排變速箱 沒錯 小哥和KUGA呢 換了一具全新的8速變速箱 雖然說一樣照片數據看起來 它一樣是8速自排的規格 但是呢 它其實整顆變速箱的本體喔 是來自於福特自家高級品牌 林肯Corsair上面的這顆變速箱喔 那Corsair跟KUGA的關係呢 其實就是雙生車的一個概念 有點類似ToyotaRAV4 跟Lexus NX的一個關係 它簡單來說呢 就是它的傳輸效率更好 換檔的邏輯也有優化 在以前的KUGA喔 在1.5或2.0上面 2.0可能好一些啦 但總會覺得在低速 1到3檔的時候 換檔走的時候反應會慢一些 也會有一絲絲的頓挫感 雖然不到難以忍受的低步 但是你心裡會不自覺一直想 如果這顆變速箱 它的邏輯更好一點 換檔的順暢性再更好一些 那整台車開起來的調性 這個順暢度肯定是有加分 那現在換了這顆新的變速箱之後呢 確實可以感覺出來 它換檔的邏輯啊 順暢度呢 都是有進步的喔 你要急加速 要kick down的時候 它的反應是明顯更積極一些的 而且我才發現一個小地方可是進步很有感 以前呢 不管是focus或是庫嘎 低檔R檔來回切換的時候 總是會覺得它進檔的反應速度呢 都偏慢一些喔 尤其是當你要在路口回轉的時候 你要低檔趕快切了R檔 要倒車 啊對面車已經來了 變速箱卻還沒接合上 又已經給油了 那現在換了這顆新的85變速箱 這個情況真的改善蠻明顯的喔 你低檔R檔切下去 馬上呢 就感覺到變速箱接合到 馬上就有動力 給油門車就會動 以前呢你開focus或是庫嘎 總是會覺得它的引擎動力輸出很好 底盤調校也不錯 就唯獨這個變速箱的調校反應 可以再更優化一些更進步一點 但現在換了這顆新的變速箱 我覺得這個情況真的是有改善的 整台車動力的均衡性 輸出的順暢度 都是有明顯進步的 但講完了優點 嘿嘿 現實是殘酷的 沒有車是完美的嘛 當然是要講一下我覺得這小孩會很酷 比較可惜的地方 現在呢 連2.0 ST-Line 都沒有換檔波片 那同時呢 它也沒有手自拍的功能 就只有一個L檔 那我自己是覺得啦 如果變速箱的邏輯夠好 調的夠好的話 有沒有換檔波片 對一般人來說 似乎不是一個太重要的關鍵因素 就我自己身邊的朋友來說 他們其實蠻多人 車子都會換檔波片 但是呢 要嘛就是不會用 因為你就是知道了 但其實平常你根本沒在用換檔波片 撇開了換檔波片之外 沒有手自拍的功能 沒有辦法自己手動調整 檔位的樣子設計 我覺得就是看某些情況 看板也跟需求不太一樣 舉例來說 可能你會遇到一連串的長下坡嘛 那你就沒有辦法強制的 把檔位固定在低速檔嘛 藉由引擎的煞車 來減少煞車系統的負擔 那話要說回來了 如果是在1.5T的版本上 沒有換檔波片或手自拍的功能 我覺得還說得過去 但是呢 現在是在強調運動化 有動感形象的這個2.0TXT Line的話 沒有換檔波片 也沒有手自拍的功能 我覺得就比較可惜一些了 而且呢 它是以前有 現在沒有 所以難免會讓人引起比較多的討論 我覺得嚴格說起來 並不能說是很嚴重的缺點 就看每個人駕駛的習慣 但是呢 有總比沒有好 有了換檔波片或手自拍的功能 你難免可以幫助你在駕駛的時候 有更多的自主性 更多彈性 更多的跟車輛的互動的感覺 這個是確實是有幫助的 那在底盤的部分 XT Line一樣有專屬的避震器調校 但是呢 跟該款前一樣 它的阻尼設定呢 並不是特別硬派 還是偏向舒適取向多一些 很合理 畢竟它還是一個休旅的定位 你可以感覺到 它車身的撫養啊 重心變化是明顯的 但儘管如此 假設你稍微開快一些的話 並不會覺得車身動態 有不受控不穩定的感覺 車尾的跟進性也好 車頭的直向性也好 都還是有不錯 水準以上的表現 同期之間呢 KUGA 2.0 STLINE的運動性 確實是有蠻突出的表現 總結來說呢 那小二坦KUGA現在配備變多變好 重點是還降價喔 在這個最刺激 競爭最激烈的 百萬中型修飲市場 小二坦KUGA我想它的實力啦 賣相啊 真的進步都是滿明顯的喔 把大家有點在意的地方 像是變速箱啊 那科技配備 乃至於駕駛輔助系統 都做得滿明顯的升級 那這台2.0 TXTLINE呢 也確實還是同級之間的運動性代表 那換檔撥片這個東西呢 我覺得就看大家的需求到哪邊啦 如果你真的很在意的話呢 不妨先去展金試駕看看 再來說也不遲喔 那如果你開過之後呢 覺得沒有關係 有喜歡的話 也別忘了使用88G一鍵尋駕 我們會有三位金學一代幫你們報價 搞不好會有優惠喔 謝謝大家 我是小明 我們下次見 掰掰